我也來跟你們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昨天過虛迷每日任務的時候才發現的事情 就是居然有這個虛迷城除了酒館以外 就是這個酒館 除了酒館以外 還有咖啡館可以進去 那咖啡館在哪呢 在帶你們去之前我們先來一下酒館 介紹一下 酒館這個地方呢 我們在過3.0的虛迷的主線任務的時候 這個就有帶我們來過了 所以這個酒館呢 有過過主線的人都知道 這個就為什麼稀奇了 但是咖啡館呢 咖啡館是我在做昨天的一個虛迷的每日任務的時候 那個NPC要我進去 我才發現 哇原來可以進去 那那個地方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先傳到這個虛迷城這個 傳點好 我們就往前走 看設定這個地方 這個東北方向 小地圖東北方向 我們繼續往上走 這裡有一個分岔 我們在右手邊這邊 就是這裡 這邊 這邊其實可以進去的 咖啡館 那時候發現 哇哦 原來這個可以進去 哇 然後裡面呢 還有NPC就是這個代理店長啊 這個代理店長啊 你可以跟他買東西 就是可以跟他買這個食譜 那還沒有買的呢 可以趕快 來這邊跟他買一下 這地方還是很漂亮的啊 因為這地方我們主線 到3點1目前為止嘛 沒有帶領我們來到這個咖啡館 所以 呃 我也沒有注意到 因為最近都在幹 啊 每任務的時候才讓我知道 哇原來有這個地方 那說到 那等於說好像每個國家 都會有兩三個可以進去的地方嘛 比如說蒙德 蒙德我們就知道有這個 呃 天使館陣這個酒館嘛 祖先都有帶我們去過 還有這個 西風大教堂 還有這個西風騎士團 的圖書館那邊 我們這裡都有去過 祖先都會帶我們到嘛 那 那 蒙德有這三個地方嘛 那虛迷呢好像 就我目前了解 除了 除了這個 呃 那個 教令院裡面啊 那個 教令院 教令院 等一下 好像就這裡 這裡 教令院啊 除了教令院 還有那個 酒館 以外呢 還有咖啡館可以去 哇 今天到晚啊 就這裡這裡 這個教令院 教令院裡面呢 還有智慧宮 對 然後當然還有地下 還可以跑到地下那邊 呃 就有 淋路跳舞的地方 好 那 等於說好像每個國家的組成都有兩三個以上的地方可以去嘛 那 這裡 免得一些 猛性玩家 不知道 帶大家一下去一下梨月 跟 到妻的 那一些可以進去的地方 但梨月這個好像主線有去過嘛 我還是帶一下 它有兩個地方喔 一個是 琉璃亭 琉璃亭是不是傳說能不能進來的啊 太久沒過主線了 反正 梨月呢 有 有這個 琉璃亭 它琉璃亭的旁邊呢 就是 新月軒 原神做的這個 也是蠻精細的喔 可以讓我們進去這裡面 那 啊 這個新月軒 那除了新月軒裡面還有一個叫北國銀行啊 不過北國銀行大家在過梨月主線的時候應該都 都蠻有印象的喔 這裡就不走了 好不好 那這裡就有這個地方 新月軒 那 北國銀行就 就 就 就應該不用說了 那我們來到到期 到期的話 我那時候在 2.1 的時候有 專門拍過影片喔 不過這裡還是提一下 就是 有兩個地方嗎 我記得 除了木肉茶室以外 還有這個 九條的家 帶大家去一次 就是這裡 天嶺鳳行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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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面是可以進來的 不過這個在過萬葉的傳說任務 還有靈人的那個傳說任務的時候 好像就有進來過了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在過八重繩子的時候就進去過的烏有亭 這幾個地方也是讓我蠻驚艷的 那剛剛那個咖啡 虛迷的咖啡館 咖啡館還沒有 主線還沒有帶我們去嘛 那會不會在以後的 不知道是誰的傳說任務啊 或者是後續的主線 也說不定喔 搞不好就會帶我們去咖啡館呢 因為目前這幾個地方啊 一開始出 比如說這烏有亭 一開始出的時候還真的都不知道 這後來 嗯 八重繩子嗎 的傳說還是 呃 好像是傳說 還有靈人 欸 喔靈人是九條湖那邊 反正是有這些 這幾個地方可以進去喔 啊這跟這個店長拿 可以拿那個串子吧 對啊 對過話了 好啦 然後人生 好 今天的分享 很有趣 ён